屬猴的朋友明年其實做起事來都沒什麼髒法 原因是因為很多事情都找不到方向跟目標 所以屬猴的人明年最好還是一樣 做任何事情還是多想想或是多聽聽朋友的意見 因為身體的狀況比較疲弱 所以就特別同意勞累 所以在工作上要注意自己 不要熬夜的時間太長 投資的部分最好採取一些比較保守的投資策略 比方說用活存、定存 或者是說定期定額的一個基金 或者是類似像長期期有的一些保險 明年其實所欲非人 很多在交往的朋友 其實到最後未必都是適合自己的對象 反而是因為朋友轉介的 這比較適合自己 在健康方面要留意 因為飲食的習慣不佳 所以造成在這個生理機能上面比較容易疲弱 明年暑機是所謂的做太歲 所以很多事情比較容易臨到自己頭上來 意思是說可能跟沒關的事情 必須要你們自己親自去處理 團隊合作的工作 可能很多事情到最後都必須自己要一千扛起 因此在初步的一個分工上面 最好能夠事先先說好 免得到最後所有事情都必須要自己來做 暑機的朋友明年是別人的天使 很多人都會需要你的幫忙 因此明年的這個暑機的朋友 會顯得自己比較辛苦 非常多的一個愛情的機會 可能都出現在你的旅行 或是說在你過去比較不熟悉的一個環境 不管是到新的工作地點 或是說因為旅行的關係 可能都會讓你一個機會遇到你新穎的另外一半 健康方面 明年要留意的是這個足部 還有臀部方面的一個外傷 包括你們自己在所謂的肺部 這也不是一個明年容易感染的地方 蘇果的朋友 明年在工作上面比較能夠握有權力 因此在工作上能夠有一些好的一個表現 但是呢 因為明年自己在時間上的分配 顯得並不是一個太過理想的狀態 所以要注意因為時間配合不當 所造成在工作上面 未必能夠事事都能夠兼顧的好 在財務方面最好能夠做好的計劃 明年長期短期中期的一個財務計劃 其實變化是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事先過度的樂觀 對於這個蘇果的朋友來說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一個思考的方式 你有機會認識新的對象 那至於說你要跟這個新的對象 發展到什麼樣的關係 那是必須自己要做出選擇 那已經有這個男女朋友的 明年也會因為人際關係擴大了 所以在生活圈上會有些新的朋友加入 那這可能多多少會影響 您跟您自己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要注意自己的原型舉止 要愉悅的分寸 要留意腎臟跟滅尿系統方面的疾病 熬夜或者是說吃太鹹的東西 可能對自己的健康來說都是不利的 所住的朋友明年容易為了金錢 為了工作而忙碌 那原因是自己在過去 財務管理上面的一個失控造成自己 現在今年必須要積極盈盈 很多事情看待的態度 都會比較從工作或事業上面著手 因此在感情上面就比較容易忽略 財務上的管理 最好移養也要做好一個好的一個分配的工作 那過去曾經有的投資的一個標的 或者是投資的一個項目 也可以在今年做一個簡訊 已經有男女朋友要小心 因為自己的過度的輕忽 造成感情方面的一個破裂 在健康方面要注意大腸 還有包括這個皮膚方面的疾病 那有些人可能因為長期的這個飲食的習慣不佳 皮膚的狀態可能會比較不好 所以適當的保養還是必要 甚至是小致,我還會長的東西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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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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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啦,謝謝你 感谢观看